他不是说他能防水吗 咱们直接在水里开箱 看看他到底能不能防水 哈喽大家好 这么说我记王大和 相信各位喜欢运动的朋友 应该都或多或少的 接触过古传道耳机吧 究竟是谁在说古传道耳机适合运动啊 夹得太阳穴升腾就算了 你去占你的骨头 占你的头灰 为了寻找真正适合我的运动耳机 我翻遍了各种耳机商家 终于 找到了 古传道终结者 OLANDES真运动耳机 OWST传导运动耳机 家人们 我没见过这么嚣张的耳机 抛开其他的先不谈 官方标称IPX8防水 什么概念家人们 IPX8 耳机能浸泡在两米以内的水底 30分钟捞上来还能继续使 他不是说他能防水吗 咱们直接在水里开箱 看看他到底能不能防水 开箱 咱们先让他充分进入水中 好 外面这个纸壳得拿掉吧 哇哟 能看到这个耳机啊 现在这个耳机是完全浸泡在水里的 甩一甩这个水 开机试试啊 哦 忘了个动物 居然真的还能用 光在水里开个箱 还远达不到它的防水级别 咱们这样直接 把它 在水里 等我跟你们捞完OLANDES真运动耳机的其他优点 再把它捞出来试试 OLANDES是气传的耳机 发声不会震动也不会夹紧太阳穴 而经过我这一段时间的体验 佩戴几乎感受不到什么压力 在后挂的加持之下 在剧烈运动的时候也不会乱动 更不会掉 除了佩戴体验 音质也是碾压 鼓传道技术是通过震动骨头传音 不仅震的不熟 音质细节一流失 大部分呢 也就听得响 而OLANDES真运动耳机 采用第三代空气传道技术 阶层喇叭配合家庭影院专用的功放芯片 给予你鼓传道所无法达到的音质上限 或许有人听说鼓传道耳机不会影响损害听力 但其实 气传道才是还原你我生活中正常的听声音体验 一个 震骨头 一个 是开放平衡 户外运动更安全 通话方面OLANDES这运动耳机 采用单边双麦卡通的通话降噪 哪怕是户外的操杂环境 也能清晰通话 哪怕是骑车的时候 接个电话 通话也很清晰 很多运动耳机都没法处置到的通话防风噪 它也做到了 行 说的差不多了 咱捞出来试试还能不能用 我都听到的声音了 我的天 居然真的还能用 而且完全不影响音质 这个真的绝 哦对了差点忘了 OLANDES真运动耳机 续航也很鼎 抽一次点能连续听15个小时不带听的 我就问 还有谁 运动就要带真运动耳机 OLANDES OWS SPOT